P7是中国品牌 首款的电动四门叫 大家记住 这不是一款概念车 里面所配备的 高通跟恩伟达 最新的计算单元 没有车在计算单元的能力上 比我们要更前 三米的轴距 整车的长度 差不多在四米九 双电机四驱 百公里加速进入到四秒 B级的轿车里面 我们是续航排第二 整车的生态体系 跟这个运营能力 绝对在整个市场 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经验的表现 自能汽车的基础 在于制造 但是将来的核心差异 在于运营 在小鹏汽车的体系里面 我们希望给用户带来 每一个季度 甚至每两个月 带来不一样的车的体验 跟感受 我们将原来的4S店 的销售功能 跟维修营配件的功能 我们把它分开 形成两个2S店 在小鹏汽车今天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开放销售 售后超充的 这一个授权兼营体系 今年的年底 小鹏汽车在制营 和授权兼营上的店 的数量会非常快速地增长 在现在 在明年 在后年 越来越多的用户会相信 自能汽车 就像自能手机一样 会成为未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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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